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就老人欢迎收看史上最长的开箱节目啊 这是由这车这么这么要这么连妹为大家呈现的 因为每年的中秋节端午节还有新年的时候 各个汽车万表厂牌呢都会寄送他们的新年祝福 给到我们这些礼物呢都各具特色 而且有些很有创意 因为今年中秋节恰逢国庆 所以我们收到的礼物特别多啊 所以我特意请来了你们的卖节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年这些礼物都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地方 先从大的开始吧 说真的就看董车弟啊 看看董车弟给我们寄来了什么礼物 这是一个望远镜哦 还有三角夹什么的 非常的专业啊 中秋节看月亮啊 感谢董车弟对于我们这车这么节目的喜爱 这是来自于伯爵啊 好好看哦 这是应该女生比较喜爱 我来拆了啊 对啊 一轮圆月 瑶记美满之情 优雅沉淀 滋想不积深火啊 自此中秋祝大家 何家欢乐欢迎 这是一个透口皮的托盘 首饰托盘对吧 对方方手表 这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本土的上汽奥迪 圈柱美好圈柱爱 四个圈圈柱奥迪啊 还是挺有失忆的 很好看的月饼 然后这个月饼的这个盒子呢 手感都不错 而且每一个盒子呢 它的味道也不一样的 小鹏汽车他们经历了之前的一些短段的这个困难之后 我觉得现在车子越卖越好了 它中秋节准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哇 这是 盖子就是一个灯的一个造型 大鹏一日同风起 佛妖之上九万里啊 这个蛮有创意的 这边呢也是对应的各式各样的月饼 感谢小鹏汽车啊 希望又满意了 谢谢 这是德国马牌 他们这个好重啊 首先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兔子和月亮的造型 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携一轮明月月马而至 愿千古美好与君共 看里面哇里面一个大轮胎 它是一个灯其实你看 山田土的灯 希望马牌轮胎越卖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马牌轮胎 盐峰 盐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盐峰啊 盐峰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座椅制造商之一 也是我们上海温兔企业 是中国零部件行业里的骄傲之一啊 我们来看看盐峰的这两个盒子里是什么 这是一个茶叶啊 非常有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特色 我觉得很漂亮的 下面是这个锐售来朝月见山海的这些中秋特产月饼 好 谢谢盐峰啊 希望所有的车里都装上你们的座椅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这是LV的遗品 LV是送我的吧 不是送你的 对应该是送你的 因为我没有买过什么LV的东西 诗集超诗签 你字写的不错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 对吧 金人不见古时月 金月曾经照古人 它做得好好 你看这个香薰 蜡烛 它上面还有LV的logo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也是应该拿到的 对吧 我的表还没有到 所以他们先安慰我一下 吉利汽车呢 也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 然后呢 这次中秋节 他们送了个手冲咖啡壶套装 哦 这个我喜欢 就做的质感都不错 真的很好 也希望吉利汽车越满越好 中秋节快乐啊 而吉利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是这样的 是一份丝绸 这是吉利亚运的莲纹丝巾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非常漂亮 今年亚运会嘛 在杭州举办 还有个领带呢 还蛮儒雅的 等一下我给赵大锤带一看 打猴带子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打猴带子 欧米加 明镜赵元月 美好在万间 中秋佳节之际 欧米加祝您与家人 节日快乐 美满团圆 谢谢欧米加 妈呀 这样这么重啊 这个盒子其实很像 米加的表盒 你发现没有 这个皮质质感 哇 打开来 哇 还有表整呢 所以这是一个表盒 太实用了 这个就不抽了 这个我自己留了吧 我米加挺多的 一个盒子还不一定放得下 对啊 月饼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谢谢 这又是一个大盒子 这是卡迪亚 他们海南的宵夜团队送过 对对对 谢谢啊 他们很经典的小红盒 每个女孩子看到都会疯狂 看我今天还戴了块卡迪亚的手边 就是作为旺岛艾浩车人 我觉得他们可以把表盒做大 哎呦妈呀 哇 可以把它拉起来 哇 亮灯 我觉得还是很有创意啊 就他们专门会为这个节日 专门准备这样一个有创意的东西啊 哇 这个颜色一看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来自于tiffany送过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礼物啊 中秋快乐 非常简单 这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是一个抽屉啊 就是说大家轮流制东西 然后谁先连成四个在一个图案里 谁就可以获胜了 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 还有月饼 还有相对应的玩具 挺好的 接下来是雷克萨斯 日系豪华品牌的代表之一啊 这送的是一个蓝牙音响 叫蓝月时钟 蓝牙音响 这个蛮有特色的对吧 它是有一个唱片的造型 然后外加一个月亮对吧 很有创意的 接下来这个瑞色的河 泰哥豪雅 泰哥豪雅是什么 哇 这个是浓浓的军事风啊 这个非常硬核 非常硬核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卡片 驰骋金秋 旷野蜜月 豪情亦趣 雅致相伴 泰哥豪雅 祝您中秋快乐 河家安康 谢谢泰哥豪雅 里边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水壶 还是水壶磨砂质感 非常有军事风的月饼和茶叶 哦 不是 这个是种小树的 哦 种小树 给小朋友种树的对吧 对 这个好像这两年还挺流行的 嗯 蛮好蛮好 啊 路特斯来了 黑色黄色 非常具有路特斯辨识度的颜色 现在路特斯的包装就很高级 就像奢侈品一样 奢侈品的包装一样 哦 有介绍 有些茶具和月饼 哦 不是月饼是伯爵茶 然后他们还有关于路特斯和关于这个茶具的宣传 啊 叫轻松喝杯专业好茶 哎 我有意思 看一下 奇瑞汽车 其实还蛮的酷色的啊 嗯 这种竹制的这种盒子对吧 嗯 它是一层一层啊 很有创意啊 我看里面是一本书 然后结果是一个专门这种像书一样的灯 下面是月饼 月饼 还有一层茶具 所以说连吃月饼带茶具旁边放个灯啊 一组场景就出来了 现在都讲究场景营销了 我觉得大家做的场景都非常的有趣 希望奇瑞汽车明年继续大买肉 接下来一气大众 哎 你别说他们一气大众今年很独特 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粉嫩的颜色 他把它各个车型 每一个车型一个小罐 麦藤 探月 对 你都认识吗 探哥 嘻嘻 我都认识啊 我都做过啊 然后这个是月饼 相对应的月饼 希望一气大众明年继续保持他们良好的销售态势 谢谢 谢谢 中秋节快乐 这个小黑盒是哪一家的呢 我看一看 哦 雨伯 你看他们就会是手写 雨伯每年都会出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这个中秋节的礼物 我觉得今年也不例外 你看首先它是一个像这种他们logo做的这种格杉的一个车 然后里边是什么 很重啊 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香 下面是月饼 大家看到有月饼 然后是这样就是把这个香点着 然后防止被找掉的时候就放到这里 今年好像特别多金钱 哇 嘻 好 这是我们的浪琴 浪琴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万表品牌 浪琴表与您此刻共团圆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扇子 还有由他们浪琴字母拼出来的一个月饼礼盒的 好 感谢浪琴 希望在来年万表越卖越好生意新龙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茶具品牌 这一定是一个茶具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来了解一下精致的茶具 还有漂亮的月饼 现在中秋节大家都比较喜欢 就是连喝茶带月饼一起 对吧 有茶有月饼 对 有茶有月 幸福创业 中天一轮满 秋野万里香 月见美 家长远 感谢杰宝卢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兔子是哪一家的 它兔子上还有个毛尾巴 蛮好玩 这是来自于瑶瑶领先的兔子 我们看看瑶瑶领先的兔子里 兔子里有什么东西 这个蛮好玩 它这个有ping 这两个其实大家知道是很有寓意的 就是一个是一架伤痕累累的战斗机 当时在华为的公司里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面 寓意着再多的伤也要兼职下去 而这个是一只黑天鹅 真心希望华为越来越好 还有一些小的笔 可以把这个兔子涂成彩色的 对 是这样子 所以它给你一个白色的兔子 对 让你自己来去涂 那这个兔子的彩色创作过程 就留给我们公司的小伙伴 丰田来了 丰田是今年做了一个蜂蜜行动的中秋节的礼物 一个野餐兰 多就是丰田自己做的这种 萝卜杂粮还有这种酱料罐头 还有它们的 核桃干果什么的 这是丰田的蜂蜜行动 真的我觉得是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感谢丰田 感谢丰田 这一箱大了 这一箱是亚运会的 又是杭州的品牌 极客 极客 对 官方指定用车 他们我们来看看它官方指定用车做的 哇 这一打开就是一个杭州的一个景象 对吧 第一层 第二层 上其大众的这种感觉 谢谢上其大众 谢谢上其大众 这又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长城新能源 对 我们来看一看长城汽车的新能 其实它这个也是很有中国风 对 有点这种青花瓷的感觉 但它是金属的 然后打开来之后 哇 一套茶具 明月千里 新过崇山 33年坚守如一日 做最好的中国汽车品牌 希望长城汽车越来越好 哎呦 这个好大 这是哪家品 Watchbox他们在中国做的DVTour 然后呢 他们跟这个Robin 一个玩偶品牌一起联名的 然后这个兔子呢 是有这个NFC卡 NFC刷一下之后是有编号的 我的编号是第83号 全球限量200G 这可以放到办公室非常漂亮 对 这是一起的 对 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最好的独立制表品牌之一 在我心目中啊 就是贝伦斯 然后呢 他们寄送了是一个茶叶 特产的成长 和美心月饼 美心月饼 对 其实非常的实在 对 非常实在 就像他们做的腕表一样 但他们腕表更有创意 我觉得贝伦斯可以明天 把创意的那些表款的东西 结合在这上面的话 我相信大家一定粉丝 是特别开心的 后面一家这么多 这么多 都是阿维塔吗 对 就是首先特别感谢 因为我也搞不清楚 阿维塔给我记得哪个是生日礼物 生日在9月 这是一套就是 餐桌美学的设计 我是觉得他们家在设计上是非常棒 阿维塔车都很漂亮 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的一个东西 文房四宝 对对对对 可以写写字 考验一下情仓 哇 下面还有一套茶 他们的设计真的很厉害 对 我觉得 所以我相信买阿维塔的朋友 很多人都应该是这个颜值的 我们看看中科别是什么理由 首先这个盒子 然后从月圈到月圆 这个很漂亮 就是一个月球的轨迹 然后火箭的轨迹 还有车的轨迹 我觉得这是蛮有创意的 对 这是个冻干咖啡 蛋黄酥 蛋黄酥 其实蛋黄酥蛮好 我觉得月饼有些时候吃的太腻的 月塔如新君如月 夜夜游光香角节 谢谢阿维塔 谢谢阿维塔 希望越卖越好 接下来是姜日丹酸 我印象里他们每年中秋节都会送茶叶的 对 他们家比较独特 他们家不送月饼 我们来看看今年是不是 果然 但是这个茶叶的这个盒子 我觉得这次做的很漂亮 非常有他们家品牌特色 这个茶叶的品种 应该是精挑细选的 来自于智茶记忆大师杨峰 甄选的盐茶 再看一个很高级的万表品牌 朗格 这个礼盒打开蛮有特色的 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家万表的月像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张图上就有这种 有点像月像零件的一个造型 然后接下来是他的4个茶杯 而且茶杯上是有一些细节的 比方说他们家的恶劲微调带雕花的图案 然后把几个拼成一朵花的样子 像是他们的茶叶 然后用朗格的茶杯喝 活起来 希望两家都越来越好 毕竟一个集团的嘛 登登登登 这是我们小破站的 来自于B站的礼物 然后如果你正在B站看这些节目的话 这时候该干什么对吧 一键三连走起 对我们来看看搞得挺隆重的 和和美美应传圆 对这是一个两层的礼 各种月饼 谢谢B站 希望生意兴隆 也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里 在B站里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快乐 这是汽车之家的大礼包 汽车之家每年也是跟董车弟啊 B站一样会给我们寄送这个礼物 他们是感谢创作者一年来的心情付出 然后我们也作为创作者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喜爱 咖啡大套装 所以说你看这个中秋节对吧 不一定是喝茶吃月饼 还可以喝咖啡吃月饼的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养趣了 对对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好 谢谢汽车之家 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礼物 这是支伯 支伯表 卡扣打开来 然后是一个复古风格的望远镜 接下来是一汽丰田 一汽丰田这个严格意义上而言 不是中秋节的礼物 是他们成立20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 斗转心仪20年 贡献中国社会 也确实给我们汽车生活带来很大变化 这是一个藏品 就这幅福字 很漂亮 封田20年 已经在中国20年真的时间过得好快 也是很用心的礼物 来看看我们的万宝楼 特别有意思 很卡通 熊猫有金丝猴 有很多中国厕所 他们也是茶叶 我发现他们利丰是不是都喜欢 计茶叶茶杯相关 反正没有人计月饼 希望你们那份优雅始终保持在这里 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欢这个 十多年了 非常喜爱 万国这次的这个盒子 就是他们家经典的南北月巷 打开之后 他们非常有工程师的感觉 他们把茶叶用那种 像玻璃试管一样做成 然后这个是月饼吗 看他们的莫迪花茶 这个就是他做蛋糕的模具 他没给我面粉 好 这边有一个谢尔顿的月饼 是真一时 这应该是专营店送的 对 萌店送的 销售送的月饼 感谢销售姐姐们 对吧 谢谢 特别的提心照顾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汽车品牌的 上汽大通 也是来自上海本地的汽车制造商 我们来看看他带来什么礼物 也是一个手冲咖啡的套装 而且包含了这个手冲咖啡 看来今年手冲咖啡还依然很流行 对吧 而且现在本地品牌都做得越来越石烧了 没错 这个汽车厂商的中秋节礼物 越来越有心意了 希望大通继续大买热买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可爱的青涂汽车 中秋国庆月圆双节 新灰满图 非常的棒 然后品个香 小薰蜡烛 这边有四个月饼 吃个饼 好可爱 这边有个小灯 小兔子灯 亮个灯 你的中秋节 星途就给你包圆了 豪末志行 对 豪末志行 他们其实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 董之月小团圆 大董烤鸭店 是大董烤鸭店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月饼的礼盒 好了 接下来是一家新能源汽车 蓝图汽车 对 高端智慧电动车品牌 来自于东风集团旗下蓝图汽车 他们这次带来的礼物也非常有意思 小罐茶大红袍中秋节 吃月饼喝喝茶也是一个蛮独特的享受 一咖通 一咖通是干嘛的 一咖通其实它是吉利旗下的一个智能驾驶芯片 还有智能驾驶方案的供应商 整个的自驾车机领域还是做的蛮强的 这次中秋节很独特 有月饼 还有相应的茶对吧 等等这些东西 希望一咖通的产品越来越多的装在吉利和其他品牌的车型上 大买特买 中秋节快乐 这又是一家新能源汽车 合创汽车 圆月挂天边幸福永心间 感谢合创汽车 它这个合呢还蛮有意思的 你看这边看是几个月饼的 然后你把它一拉 这边 毛巾 它是希望你运动 所以水壶毛巾 这些东西都给你配齐了对吧 这是万力球 就是放手然后活动手腕的时候 现在这些新潮东西真的越来越多 也是蛮用心的 符合年轻人的品牌 对对对 再看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吉月 非常好的月饼 因为他们的车叫robot 就是汽车机器人 所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车内的玩游戏啊什么这些 所以月饼也是非常具有像素化的一个设计 还是蛮超前的 对 他们的新车刚刚上市 期待上市之后 有非常好的市场表现 截图汽车 对截图汽车这次的颜色跟泰克号有点像 有这种墨绿色 然后我们看看它 哇这个是 哦这是个车模呀 清凝色的车模 这个其实是汽车爱好者 非常希望收到的中秋节礼物啊 这个办公室留多了一个车模的摆件 谢谢截图汽车啊 最后一个小可爱 是个小旅行箱 麻将 哦呦太滑稽了 对中秋国庆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话 就拿这个回家做麻将吧 来来来我们约一个上海麻将 好了今天我们的开销就到此结束咯 其实还有一些礼物呢在路上 因为这两天呢我们需要拍摄 还需要后期剪辑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离中秋节还有好几天啊 我们只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在中秋节 跟大家正式见面 所以呢还有一些汽车品牌啊 比亚迪啊什么他们的礼物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的画面来看一下 也是非常具有新意的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期超长的开箱节目 如果有万一哪个品牌的小礼物 我们遗漏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一下 我们争取在下次把它拍得更好 更全面一些 好那么感谢大家对这车什么 这表什么的支持 我就是老任 我是大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假期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